交点1 独立事件 在样本空间S中 若AB两事件彼此间不互相影响 也就是说在A事件发生的条件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实际上就会等于B事件发生的几率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A跟B为独立事件 第二 两事件独立的判别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到上述这关系式 来判别AB两事件是否独立 那其中条件几率部分 同学可以直接带入条件几率公式 也就是PA分之PA且B 那结果答案要等于PB 在这个式子中 我们可以将分母PA乘到右式 可以得到AB两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会等于个别几率相乘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到这个关系式 来检验AB是否为独立事件 那接着我们可以将其推广成 在检验三事件的独立的时候 必须满足下述四个关系式 其中前三个同学可以当作在检验 两个事件间是否独立 最后再配上三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要等于是三个几率个别相乘 那满足这四个关系式 才可以说ABC三事件是独立的 接着有一个名词 让同学做个比较 也就是在之前介绍过的互次事件 互次事件是指说AB两事件 同时发生的几率为0 也就是说AB两事件不可能同时发生 也就是说在文式图上 AB两个集合的交集为空集合 在这部分我们可以从图形 或是从字面上可以判别 而独立的部分比较难从字面上做判别 也无法从图形中去判别 所以在判别独立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关系式 来判断两个事件是否为独立 缩例 缩例A 设AB为两事件 已知A事件发生几率为三分之一 A或B发生的几率为十二分之五 求下列两小题 第一小题 当AB为互次事件的时候 PB等于多少 首先从题目的已知 我们可以先利用取舍原理 列出A或B发生的几率 会等于PA加PB 扣掉PA且B 接着在第一小题中 我们设定AB两事件为互次事件 也就是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是0 那带路上市后 我们可以得到 左是PA或B等于十二分之五 右是的部分PA等于三分之一 PB是所求 而PA且B等于0 所以计算后可以得到PB等于十二分之一 第二小题 当AB为独立事件 求PB 在AB为独立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列出 PA且B会等于PA乘PB 接着带路上市 一样可以得到 左是为十二分之五 右是PA等于三分之一 PB是所求 这个时候PA且B 可以换成是PA 也就是三分之一 再乘上PB 那计算后 可以得到 PB的答案会等于八分之一 范例九 乙之甲的投篮命中率为0.5 乙的投篮命中率为0.4 若两人投篮命中的事件是独立事件 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小题 若两人各出手一次 求两人都命中的几率 首先 两人命中的事件为独立事件 所以同时命中几率 可以写成是个别命中的几率相乘 也就是等于是甲的命中率0.5 乘上乙的命中率0.4 计算后可以得到 两人同时命中的几率为0.2 第二小题 乘第一小题 求至少一人命中的几率 至少一人命中的几率 我们可以利用反扣得 用1扣掉两人均不中的几率 那两人均不中的几率 这边也是独立事件 所以两人均不中的几率 我们可以写成是甲的未命中率0.5 乘上乙的未命中率0.6 计算后可得几率为0.7 第三小题 甲至少要连续投篮几次 它至少进一球的几率 才会大于0.99 在第三小题中 我们也会利用到反扣的 所以先假设 甲连续投篮n次 那n次中至少进一球的几率 我们可以用1 扣掉n球均不投进的几率 也就是会等于1 扣掉0.5的n次方 那按照题目所问的 我们要计算 1减掉0.5的n次方 要大于0.99 那一项整理后 可以得到2的n次方 要大于100 所以我们会取n等于7 0.5的n次方